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被命名为习的病毒 尽管被世卫组织跳了过去 直接叫成了奥米克戎了 但是却丝毫没有减轻人们的担忧 关于这件事我待会说 好 先来说一说上个周六落幕的台湾金马奖的情况 这届金马奖依然有风骨 依然有胆色 依然敢于撩拨中共的逆龄 先来点个赞 11月27日第58届台湾金马奖有三部香港电影拿到 大奖包括花果飘零的罗卓瑶获得最佳导演奖 浊水漂流的编剧李俊硕拿到了最佳改编剧本奖 而由周冠威指导的 反映港人激烈反抗中共暴政的纪录片 《时代革命》是当晚最受各方瞩目的入围影片 最终也一举拿下了最佳纪录片奖 《时代革命》 那么由于这个拍摄团队无法出席颁奖 那么导演周冠威通过影片发表了获奖感言 期间他是几度哽咽 表示很希望这部作品是属于每一个有良知 有公义为香港流过眼泪的香港人 今天得奖的影片团队 他们没有办法来到现场 但是导演提供了得奖的感言 让我们现在一起来观看 多谢台湾 多谢金马掌 《时代革命》 最后的credit 我写着香港人作品 我很希望这个作品 是属于每一个有良知 有公义 为香港流过眼泪的香港人 我在制作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 我哭过很多次 我好像都靠着这个电影去 去自我安慰 去宣识我的愤怒 仇恨 去面对我的恐惧和创伤 单单在这个电影的存在 都可以给你一份安慰 一份拥抱 多谢 香港人 尤其是一大批这个年轻的香港人 在2019年的反送中中 所展现出来的勇气无畏 为自由而奋不顾身的这种精神 深深打动了所有 有善念有良知的人们 无论暴政如何想要堵住人们的嘴 但是正义的声音 一定还是会被人们听到的 虽然金马奖的消息 遭到了大陆官方 媒体的疑虑的屏蔽 但是你又如何能封得住人心呢 如何封得住众口悠悠呢 对吧 这个时代革命 获得最佳纪录片 讲的消息在大陆是不禁而走 不少网友嘲笑中共说 哎呀 这种地方小奖配不上我胡 这个我胡啊 这就是那个大烂片长津湖 就是说 这个说台湾上这种小地方的小奖 配不上我的 配不上我们这个长津湖 就是一种反讽 还有网友暗讽到 暗讽这个长津湖啊 说金马算什么东西 我胡如果去参加 横扫12个奖项 没有问题 香港台湾啊 我们曾经很习惯的 称之为港台港台 港台这两个曾经在 华人的语境里面 代表了自由 代表了繁荣的地方 现在又多了一个意涵 那就是坚守和抗争 希望那里的人们 可以继续坚守下去 直到我们一直见证 中共暴政完蛋的那天 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 刚才说到的那个大烂片 长津湖啊 既然说到它了 我就再多说几句啊 据说截止的这两天 长津湖在大陆的票房 已经超过了上一部大烂片 战狼2 成为大陆票房最高的电影 好像是将近60亿了 这不仅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哀 更是电影的悲哀 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以往一部票房超高的电影 它一定会伴随着在网络上引发 特别热烈的激烈的讨论 对吧 各种影评 各种说 各种探讨 各种剧透 各种各种分析什么的 而且这种讨论往往都是围绕这个电影本身展开的 什么这个剧本的优劣啊 表演的好坏啊 情节设置的这个长短啊 甚至连孵化道 都会各种伸疤 但是大家看看这个 这个长津湖或者是战狼 除了中共官方统一口径的歌功颂德 阿谕奉承之外 大家看看你们身边 能不能看见身边的朋友热烈的探讨 有没有 海外是立马说 我们在骂长津湖 有粉红跟我们怼 那是立马是 这不属于探讨 这是正和谐 我说的是那种正常的 关于电影本身的热烈的讨论 你看看你们身边有没有 显然没有 而且私下里 网络上海外自由的这个舆论环境中 基本都是骂的 都是被嘲笑 被揶揄 被各种恶搞的对象 这个现象 除了说明这个片子的本身 很烂很烂很烂之外 还说明了一件事 那就是这些电影啊 很有可能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用途 什么呢 洗钱 待会说这个洗钱啊 先说到这 我先说一个这个这两天 在这个华人圈子里比较惹眼的消息 有这个亚洲新赌王之称的澳门赌博业大亨 叫做周卓华正式被批捕 周卓华绰号洗米华 一度呢 是这个澳门赌博业中的一匹黑马 他靠着最开始靠着这 做赌场的中介起家 在上世纪90年代末 随着网络的 网络的这个互联网的兴起 周卓华 瞅准时机成立了太阳城赌业集团 大力经营网络赌场 并迅速异军突起 成为叱咤风云的 这个一方赌博业的大亨 据大陆的经济参考报的报道呢 太阳城网络赌博平台的赌场 和网络服务器设在境外啊 在海外 但赌客大多来自中国大陆内地 赌资可以在内地以人民币来结算 据知情人士透露呢 太阳城网络赌博平台的会员有数十万之众啊 一年的这个投注额在万亿元人民币上下 哇万亿元呢 这个数字相当于2018年 中国大陆彩票总收入的两倍啊 其每年的这个盈利更是高达数百亿元人民币 而这些资金呢 通过地下钱庄都流向了境外 通过中共官媒的这番报道 近万亿人民币的资金不但用在了赌博上 而且是一家境外的网络赌博平台 那么这些海量的资金不但涉及到了洗钱 而且轻易就可以通过地下钱庄流到海外去 资金外流啊 是现在中共最不能容忍的事情 是吧 他已经没钱了 于是曾经风光无限的这个周卓华的好日子 也就到头了 今天的人民日报特别刊登了对这个中国 中共政法大学教授屈星九的采访 这个屈星九相当严厉的表示啊 对周卓华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啊 中共官方特别释放出这样的一个信号 也就说明周卓华这次被当作典型 下场是凶多吉少 那么为什么要说到这个周卓华被逮捕的这个消息呢 因为在他风光的时候啊 曾经大举涉足大陆内地的这个影视行业 并且专门成立了太阳娱乐文化公司投资拍电影 大家只要去搜一下这个太阳娱乐 就能看见这些年他们是没少拍电影啊 而且很多都是名头响亮的大制作呢 那么为什么这些赌业大亨这么热衷于拍电影呢 你看早年的这个澳门赌王何鸿燊 就曾大举参与过香港电影圈的这些运作 而这个和何鸿燊关系匪浅的杨寿成 专门成立了英皇影业公司啊 这个杨寿成呢 他是这个香港电影制作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啊 再后来就要算上这位洗米华了啊 因为拍电影啊 是洗钱的绝佳手段 一般而言靠拍电影来洗钱 有两种主要方式 一种啊 是成本特别高的 就说你看啊 你经常会看见某某这个在宣传期间啊 某某大片 制片方砸下多少多少多少亿 买拍啊 砸下重金 就成本特别高 这种方式啊 就是投资方把大笔见不得光的黑钱 放到了电影成本里面 在假借拍电影的名义呢 把这些黑钱流入承接电影拍摄的各个 明目的啊 各种这个其他的公司里面去 作为拍摄成本 其实啊 这些名义上拿到这些钱来拍摄的那些个公司啊 都是这个投资人 通过各种方式自己成立的 就是自己的公司 但这些公司可是合法的 那么这些黑钱经过这么一倒腾是吧 就变成了正大光明的白钱了 哎 这些钱就变成一个可以花的 他见得见得了光的钱了 而且这类电影你会发现啊 往往是票房惨淡 制片方啊 对外亏哭诉啊 说哎呀 投了那么多钱 巨亏 其实呢 这是哭给那个税务局看的 因为你看票房很惨啊 那说明我们这个钱投进去都打水漂了 亏了嘛 当这个亏是打引号的亏啊 既然亏了这样一来呢 那税务也就免了嘛 我没赔钱 我交什么税啊 是吧 税就省了 这些号称被亏掉的钱 其实呢 全部通过成本 已经流到了手续合法的 哎 那些各个各种公司里面去了 都变成能见得了光的钱了 这是一种 就成本特别高的钱 这个电影 另一种呢 就是票房特别高的电影 但是很有意思啊 就是说这个票房很高啊 但是你身边却完全没有人去讨论这些所谓的票房大片 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战狼啊 长津湖啊 就属于这种 这种方式啊 就是制片方悄悄的把海量的黑钱放到了票房里面 哎 再通过合法的途径的这个操作 这些黑钱 这所谓的票房的这些钱啊 就非常轻松的变成了干干净净的白钱了 现在啊 大部分的操作都用这种办法来洗钱 哎 周卓华 在大陆投资拍电影的时候呢 最亲密的合作方是谁呢 是博纳影业 哎 没错啊 就是战狼2和长津湖的那个出品方 博纳影业 哎 这俩关系好的不得了 这几年 你看这个太阳影业和博纳影业啊 太阳娱乐和博纳影业 大部分的电影都他们俩双方一起这个投资拍摄的 哎 而且有趣的是 当周卓华被捕的消息传来之际 博纳影业立刻发了一个声明 第一时间和太阳娱乐划清界限 哈哈 博纳影业郑重声明 本公司和太阳娱乐文化有限公司之间 不存在任何非业务性质的资金往来 非业务性质 就是我们即使有资金往来 也都是业务的 电影的啊 其他的 没没关系 我没关系 此地无垠的感觉是吧 这个动作也是够快的啊 这个这个这个撇清关系的这个字里行间 浓浓的担忧啊 担心这个萤火烧身的异味多浓啊 是吧 再来注意一下啊 我刚才提到了 中共当局之所以要收拾周卓华 是因为他涉嫌洗钱和帮助这个资金外流 对吧 然后我刚才又说到 借由拍电影来洗钱的两个方式嘛 其中一个就是那种票房特别高 但你身边几乎完全听不到人们讨论的 这种所谓的票房大片 来看看长津湖是不是全部符合以上特征 投资方博纳影业和洗钱嫌疑人过从甚密 长津湖票房接近60亿 但却粗质烂造口碑不该啊 罚人问津啊 请问还有比这更像洗钱的吗 没有吧 哎呀 一部中共官方主旋律的爱国洗脑大片 结果其出品方参与洗钱 你说还有没有比这更加讽刺 说完洗脑又洗钱的这个大烂片的事 好下面再来说一说 今天要说的第二个话题 就是预言 就是那个预言还很准的 印度神童阿南德 这个印度小神童阿南德呀 之前有不少的预言 尤其是关于疫情的 这个一些预言 说的都非常的准 所以呢他说的话 现在大家还真的是就是 不得不认真的听一听了啊 今年六月份他曾预言 英国会爆发新一波的疫情 果然原本都打算解封了的英国 突然由于变种病毒Delta的爆发 不得不继续实施封锁 前两天11月19号 一个奇异的天文现象 让大家有点忧心忡忡 那就是雪月 雪红色的月亮 月亮会变得雪红色 非常吓人啊 就在雪月发生了两天前的 11月17日 这个阿南德又有了新的预言 他说了三件事 第一呢 说全世界要注意会发生大洪水 第二 中印边境会再度爆发激烈冲突 第三 这点很重要啊 就关于疫情的 就进入年底的时候呢 疫情会突然加重 世界不能够掉以轻心 结果话音刚落 感恩节 11月25日 感恩节当天 立刻传出南非爆发了这个传染性更强的新变种病毒奥米克隆 奥米克隆的消息 这个英国立刻宣布全境戒备 所有人 所有的入境者立刻隔离 以色列在同一天宣布锁国封锁了啊 禁止所有外国游客进来 一时间啊 人心惶惶 气氛紧张啊 先来说个题外话啊 关于这个病毒的这个命名啊 我以前是真是不知道 这个世卫组织他们是根据什么啊 一会叫这个 一会叫那个 到了这次这个奥米克隆这儿 大家突然就被科普一下 原来他们是按照希腊字母表的顺序 来给这些变种的这个病毒来命名的 一个一个叫下来 上一个病毒不叫MU吗 MU 叫MU 接下来应该叫这个 按照这个 这个希腊字母表 应该叫NU 就NU 或者叫XI 希 结果世卫组织谭书记 直接跳过了NU和希 直接命名叫奥米克隆了 其实我告诉你 这个谭书记 他真正想跳过的 就是那个希 希 是吧 你要把这个病毒叫成希 你想想谁会很不高兴 谁会很不高兴 是吧 所以他只想跳过希 他之所以 他连着跳了两个 连NU和希一块跳过 他就是不想让人觉得 他太刻意的避过了习 所以就干脆连NU一块 咱都跳过去 造成一种 你看我没有刻意 我没有刻意 这两个字母不太好 那什么 我们直接叫下一个吧 我没有别的意思 为了巴结习近平 谭书记那真是费力翻脑筋 不过那狡猾的谭书记 虽然规避了普通话习 会得罪某人的发音 可是他忘了 咱们还有中国有很多方言 你看现在奥米克隆 奥米克隆 这个新名字 如果按照粤语来念 就成了我灭共 我灭共 我要灭共 你看防不胜防吧 哎呀 OK 这个这个这个谭书记拍马屁 是个技术活 记住谭书记这脑子呀 显然是不太够用的 接着说阿南德的语言 OK 针对疫情的这个总体形势阿南德说啊 从今年11月之后 经济和市场会有所好转 但是疫情不会 疫情将会一直肆虐下去 奥米克隆只是一个新的魔王而已 后面还有更厉害的 而且一直到2023年的4月以后 2023年的就是一年多以后了 经济才会开始好转 疫情才会逐渐减少 我还要再熬一年多 按照他说的啊 但是呢 这个减少也只是暂时的 我天 有完没完呢 哎呀 这个话听起来有点悲观是吧 对于接下来的12月 阿南德提醒说 接下来更要小心 从2021年12月的第二周开始 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大的疫情危机 与病毒的传染范围会扩大 接着这位印度神童预言了 接下来大家要小心的六件事 第一大家注意听啊 第一 小心2021年的12月 马上下周啊 这周啊 12月疫情与病毒危机范围扩大 疫苗接种率高的国家 却面临高感染率 你看 疫苗接种的越高 感染率还越高 我天 第二 中国与印度的边缘政治关系 会趋于紧张 可能在2022年的三四月间 就是明年的春天啊 会发会出现这个突发状况 第三 留意房地产行业需要多角度发展 要弹性应变 哎呀 会冲击到房地产上啊 在这个月偏时雪月发生后的二三月之内 或者一两年之内是房地产重要的 转型发展的这个挑 面临挑战的时期 嗯 做这个房地产经济的朋友要注意啊 第四一点要注意畜牧业 月偏时也会影响畜牧业 第五留意印度的经济发展 2021年11月19日 是580年来最长的一次月偏时 将影响到印度的经济发展 最后一点要留意洪水泛滥啊 这个预言啊 他说洪水泛滥这个预言 是在他刚刚发布预言视频之后 马上印度南部立刻就暴雨成灾了 预言到底准不准啊 这个大家可以这个自己来判断啊 但是所有的预言在被验证成真之前 都可以被当作是一个花边的新闻 或者是这个耸人听的 但是如何能够平安的走过危机 却是我们每个人都实实在在 要面对的问题 放下成见 放下偏见 放下无神论 放下对谎言的偏执 也许我们能够比较清晰的看到希望所在 好 那么今天呢就到这里 新闻最差点 咱们下次见